前列腺真身 五英王柴里斯三世早前入院接受前列腺真身手术 有致公开病情想大家多点关注男士的前列腺健康 今天很开心请到备料外科专科林耀忠医生跟我们说 林医生你好 Phoebe 你好 首先想问问林医生 什么是前列腺真身 有没有说有什么特别的症状特征 其实前列腺本身就是我们一个男性的一些生殖器官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分别一些酵素 令到我们的精液里面稀释一些 精致在精液里面就有得顺一点 令到我们受精的机会增加 当我们男性年纪慢慢长大 其实我们身体的男性荷尔蒙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前列腺里面的细胞 令到他们慢慢数量增加 所以这个就叫前列腺的增生 是一个良性的情况 问题就是如果它的数量增加了的话 它的体积都增加 就变成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情况 前列腺的器官就是包住我们小便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尿道 所以如果它增生肥大了 它压住了我们的尿道的话 就会令到那个男性患者小便有些困难 多数就是要谷才觉得出尿柱很有病症 这个就是前列腺肥大 而导致它小便有问题的症状 其实如果正常前列腺增生 有没有说会增加了我们患前列腺癌的风险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人问的问题 我们要搞清楚前列腺增生本身是一个良性的情况 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就是男性年纪大了 他的前列腺就自然会增生 好像我们的老花头发白一样 其实不是一个很担心令到很重要的病 问题是它增生肥大 令到我们小便有问题 而这就是一个病或者一个问题 而令到病人去看医生 但是它本身是一个良性的情况 它不会变成了癌症 所以是两样东西 其实有没有说前列腺增生影响小便问题 这一样东西 有没有说大概在多少岁的男子身上发生 有没有一些高危的族群 其实我们发现当男性可能三四十岁再以上 其实我们慢慢前列腺受到男性的影响 就开始增生 但是一开始增生就很少见 或者立刻会影响到小便 那真是增生导致肥大 导致到小便问题 上见通常都是五六十岁或者再之后的事情 那病者开始就会觉得小便 会要谷才能够出 刚才说的 尿柱比较幼 甚至乎滴滴仔 我们的小便地方都是小便 要人清洁这些情况 有的都会看到的 譬如说可能我们家族有很多 如果爸爸叔叔都有前列腺肥大 而导致到的问题的话 我们常见到病者都会比较 可能年轻一点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出现 那如果一直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会有什么影响呢 甚至会不会影响性功能呢 其实现在最新都发现到 其实前列腺增生导致有下尿道病症 和性功能障碍是有一个关系当中的 那我们见到很多患者 其实男性就难于啟齿 我们叫胃质记医 很多时候去小便去得很差 都不会去看医生的 很多时候就是 譬如说去厕所 被家人发现去得很久 厕所都很骯髒 甚至乎被女生发现小便有血 甚至乎被抓爸爸 抓老公去看医生 那我们都见不少这些例子 所以其实都很影响到病者的生活 也都很影响到跟家人的关系 那我们见到 有些病情如果真的再严重一点 我们见到是有些前列腺增生 导致到病发症 那说譬如说 膀胱生石 脱尿油血 甚至乎影响肾功能 那些 那有些极端的例子 就突然间安不住小便 要下腹疼痛 要冲去急症室 要放小便后 那这些就 我们在医院上 留室都会见得到 因为这些病人 那其实现在对于前列腺肥大 有些什么治疗方法呢 需不需要做手术呢 还是其实 吃药都可以解决到 其实手术 就是我们的撒手肩 通常就最后真的发觉 所有的治疗 药物治疗都失效了 甚至乎有前列腺增生 导致的病发症 才需要做手术 那其实坊间 现在有很多药物 都可以有效地 控制到病症 病症的 那通常我们 有两大类的药 医生开的 那第一类的药 就是一些 我们叫做 alpha blocker 或者准确点说 alpha one blocker 那这些药 其实原理就是 我们放松 我们前列腺的部分 尿管的肌肉 令到我们前列腺 那个部分的尿管 就扩张点 所以令到病者 去小便会昌顺点 那这种药的好处 就是 它的作用比较快 来得有效 也都可以很快地 改善到 无论是 柯小便 暢顺的感觉 柯小便 那个速度 也都很快地 有效改善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 就是刚才我说 它放松到 那个尿管的肌肉 但是同一时间 也都放松到 血管的肌肉 会令到我们 血管抗胀 跌从而影响血壓 它会令到 患者 吃了这种药 的病人 血壓会比较有罩缸 一些 通常初步 例如 轻微影响的 可能会有些 头昏 甚至转姿势 会有些轻飘飘的感觉 但是严重一点 例如 它吃开一些血压药 同一时间 又吃了这种 alpha borca 血压的话 有机会令到血压降得太快 会暈倒 甚至会跌倒 这些是我们要留心的 亦都看到 它会影响到 我们的瞳孔 不用放大 另外一类药 就是 5-Alpha Reducted Sinibita 这种药的好处 就是 它可以令到我们 前列线收缩 通常可以缩小 20-30% 但是它的收缩 要给它一些时间 即是它不会立即 可以令到前列线收缩 通常我们见 这种药开始有效 就起码三个月至半年度 它的好处就是 正正所说 它可以收缩前列线 它就可以有效地 改善到病情 令到小便暢顺 病征改善 以及最重要是 可以有效地 预防前列线增生 而导致的病发症 而这种好处 是刚才说的 alpha borca 而没有的 所以现在坊间 就有一些做法 就是譬如说 病人的小便的情况很差 它的前列线都比较偏大 它亦都是属于一些 即是有些高位的群组 是会有前列线增生 导致病发症的可能 其实有时 我们是有一个 叫combination therapy 即是一个混合治疗 就将 一只 5-hour reductate inhibitor 配合一只 alpha borca 去吃 以前我们有些病人 可能要吃两只药 现在有些新的药 可以一粒药 混合了两只药 一起吃 令到病者 吃药方面 就比较简单 方便一些 如果真的 病人有现在想 改善得多些 不想吃药 亦都想保留到性功能 因为刚才所说的药 都某程度上 会影响到性功能 这样的话 现在有些 新式的微創方法 都可以帮到病人 主要两大类 一类就是一些消用的方法 我们讲的是精气治疗 另外一种 非消用方法 就是一些前列线悬挂治疗 所以手术方面 现在微創方法 都会多了选择 但是你说到最后 真的我想要一个 最标准的一些 手术治疗方法 去处理一些 譬如这样说 病人的前列线 真的很肥大 而有病发症的话 都有一些传统的方法 譬如说经尿管 刮除前列线 就是我说的TL-P 如果前列线再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一些前列线 剥你的方法 甚至可以用一些 耳极电刀 或者激光 去做这些方法 用一些手术剥 其实男士如果出现前列线 肥大 都不是一个羞于啟致的事 如果出现任何下尿道的症状 都建议尽快去看医生 今集麻烦林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